县长林明珍在县议员肖治全 以及县府公务处同仁的陪同下 到新一厢神木村会堪排水系统 由于当地一陵以及三陵道路没有编沟 使路面湿滑 山壁遭受掏空 林县长在会堪后指示尽数改善 县长林明珍在一元肖治全 县府公务处相关人员陪同下 来到新一厢会堪神木村排水沟 神木村第一陵及第三陵道路鹦鹉边沟 造成下雨时也吸雨水往路边漫流 影响行车安全 而当地村民众多为了确保行的安全 林县长在会堪之后指示尽数试做边沟 以确保土壤不再流失 因为这个巷道 这条巷道很多人大 尤其巷道旁边没有做排水沟 每到下雨 这几个山坡水都流在这里 都把周边 旁边没有做排水沟 把这些沟都流失去 流失去之后就又摊放下来 所以就非常严重 所以今天我们来实地勘察 这个校之前议员也是非常关心 还有我们的村长 我们这些居民都一直在争取 所以今天现场来看 这些水沟 比较有必要来做 不然做 这边有楼大 就一直穿 穿到头部就一直崩起 所以这个大概整个水沟的工程会 要将近大约60万 我们也是一定要筹筹 赶快来做路边的排水沟 让这些山坡土树流 不要再继续的造成 县长黎明珍表示 园明地区有许多道路年久失修 或是当年实作时 并无建制编沟 导致路面损坏严重 基础建设非常重要 县佛积极照顾远乡地区民众 特别向园明会争取补助改善修复 不足的地方也将努力丑措经费 提升园明地区的生活环境 让他们有更好的道路通行 记者长黎明珍新一乡采访报道